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 你不是那水不一样啊 我都赶紧我都没有想 直接聊着这个 这个还可以的 这个发着来了 都是火的 火的 都是火的 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个一僧 我在前两天看到视频评论区有人留言说 僧哥 你能不能对一期章鱼开瓶盖的视频 我当时就非常的郁闷 我说章鱼怎么会开瓶盖 然后我就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 哇 原来章鱼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动物 它真的可以很轻松的打开瓶盖 所以说呢 我就前两天去了一下离我家比较近的一个菜市场 去了以后 但是没有卖章鱼的 那怎么办 然后我就拜托老板让它进货的时候 给我烧过了三只可食用活体章鱼 但是我今天去拿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章鱼就已经快死了 那怎么办 本来就是拜托人家买的 你过去了 要是再不要 那是不是就是太不够意思了 所以说我就咬了咬了咬 把这三只给买回来了 买回来的状态呢 就是有两只不太活过了 但是有一只还算可以的 也就这一只的状态比较好 赶紧放回去 好了 我们来一瓶罐头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三只章鱼放到这个罐头里面 把它倒出去 为了更好的保持水质 待会我就加一下我那个海水鱼缸里面的海水 现在把章鱼给放进去 三条章鱼应该差不多就把这个杯子给装满了 我感觉 把这两只盖上盖子 不要拧太紧 错东复杂的装了一罐头皮 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缸里面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观察一段时间 为什么我感觉放到这个瓶子以后 它这个章鱼不怎么动呢 失败了 刚才呢 我也有尝试把这三条章鱼放到那个海水缸里面 但是 还是不行 根据我的经验呢 我总结了一下第一 失败的原因 估计就是这条章鱼带 买回来的时候 它都已经不怎么活泼了 第二呢 就是这个水质的问题 蒙一下它一换水一换环境 然后它撑不住了 大家看一下 我估计已经全部都死完了 这条也死了 三条全部死完了 不过我在网上看其他实验类视频的话 这个章鱼是绝对可以把瓶子盖打开的 看来要是想完成这个实验 还必须得跑一下我上次去的那个大型海鲜市场 蒸几条鲜活鲜活的章鱼回来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